早晨 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今天是2022年6月15日 已經是星期三 今天要跟大家說說 美股接連跌了兩天 星期二晚 本來升 也試過倒跌 最後也要跌八幾點收場 三天就跌了兩千點 很誇張 32,000多 只剩下30,000多 跌了那麼多天 已經表現 令投資者擔憂 技術上其實已經是進入紅市 標普 由高位跌了兩成 正式進入紅市 道指 也是跌了很多 年內跌了17% 我們看到 基本上已經是接近到紅市位 周圍的人 很悲觀 市場的恐慌情緒加劇 這個叫恐慌指數 VIX 升到34點多的高水平 恐慌和貪婪 通常 大家都知道有時候都是相對的 市場在極端恐懼之下 會不會 有反彈呢 全世界最大的獨立投資研究公司 CFRA Research 首席的投資策略師Sam 指出 有一個令市場很擔憂的數據出現 Sam 指 自從1946年以來 標普500指數 曾經經歷過 13次紅市 即是七十多年來 平均的跌幅 是到了32.7% 而在2007年至09年金融危機的時候 這個紅市更加跌了57% 當時應該是最糟糕的 如果說這個金融海嘯 現在標普500指數的跌幅大約是22% 根據這個數據 如果真的行紅市 要跌多十幾個巴仙 即是說可能要跌到3200點水平 CFRA的數據中心 他們就說 標普500指數在紅市之中 平均需要一年的時間 才可以正式足底 即是還有一段跌 也需要兩年時間才能夠回到高位 過去13次紅市之中 最長的時間 更加是試過要69個月 即是五年多 才能夠回到盈利的水平 即是坐停要坐責五年多 然後 高盛 以及大摩的研究報告 都對於現在美股的走勢 呈現悲觀的態度 當中大摩首席美股策略師Michael 發表報告 他們就說 消費者信心持續低迷 對於經濟的需求 以及市場 構成風險 加上通脹強勁 現在的股權風險日價 仍然未能夠反映到股市增長的風險 意味著 還有得跌 高盛方面 他們的首席美股策略師David 一樣是這麼說 現在的美國企業盈利預測 仍然是 是 衛高過 太高了 預計 要繼續 跌 David也說 指出 股市的股值 在大幅拋售之下 仍然未 歸於這個低水平 加上通脹的走勢強勁 相信會使得更加多股票的股值 要繼續跌下去 因為現在的 股值很多人還是偏高 我們要說一下今天的主角 就是股神巴菲特 說之前 記得支持六部曲 按like 點擊廣告 堅持性留言 社交媒體share 通擊五毛 訂閱我們的Patreon 以及星期二日報後備頻道 月費贊助 最近訂Patreon的人是少了 我們也希望大家可以多用Patreon來支持 畢竟 Patreon的食水沒有那麼深 Youtube的食水也很深 所以大家在Patreon 支持我們就好一點 說回巴菲特 這次巴菲特面對大紅市 也要輸很多很多錢 距旗下巴棍的股價 在第二季 暫時跌了兩成 跟標普500指數走勢差不多 巴棍的投資組合 在第二季更加錄得了650億美元的虧損 其中最嚴重的 三隻 包括蘋果 美國銀行 以及美國運通 其中巴棍最重倉的蘋果 在今季 跌幅到了兩成半 而第二重倉的美銀也跌了兩成二 而第五重倉的美國運通 跌了22% 幸好 現在集團 仍然有超過1000億美元的現金 減低了持股風險 同時 股神 買了西方石油 在這個季內仍然有6%的升幅 對沖了其他損失 只會這樣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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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神 幸好他沒有這個 尖手加密貨幣 否則更嚴重 我們看到股神 一直都是價值投資的 以往他的投資往績也是不錯的 不過他一定是看長線 不是說短炒的 這個 650億美元 我們換成港幣 大約是5000億左右 這個5000億 其實是帳面損失 當然他也在高位 他也在高位 買了這些股票 如果這次要跌下去 我想他也要輸多10% 如果按比例計 他應該輸多3000億左右 才有機會見底 當然他會不會有其他 其他股份賺回呢 這個也不知道 我們看到為甚麼這個市會那麼差 主要是因為聯儲局 面對那麼大規模的通貨膨脹 聯儲局就說要用極端的手法 去對付這個通脹 尤其是 他們就說要加息 0.75厘 這個 那麼大幅的加息 是很久都沒試過這樣加 甚至乎有大恐憂慮 怕他會加1厘 如果加1厘就真的很嚴重了 因為之前 鮑威爾 聯儲局主席放風 經濟數據符合預期 會在6、7月加0.5 但是 上個星期公佈的這個通脹率 即是美國的CPI 消費物價指數 升到8.6% 遠遠超過大家的預期 大家也想不到會升得那麼厲害 所以 他們說這個通脹是升到40年的新高 很多人都很擔心 所以 聯儲局這個月 很大機會 在星期尾 就會有這個議息 市場普遍預期 加0.75厘的機會 高達90 這個是94年以來最大力度的加息 30多年 這次 大家都預計利息會大幅增加 每個人都不敢 掉以輕心 這次如果是 6月份 加0.75 7月份再加0.75 那怎麼辦 這個真的很嚴重 兩次加起來 加一半 加上次加了兩厘 這樣 對於整個股市當然是很大影響 利息一向都是一個 其實是一個調節經濟的工具 聯儲局一向來都是玩利息出神入化的 經濟不好就減息 經濟好就加息 現在通脹那麼重要 其實 主要是一個政策問題 我們也說了很多次 現在的美國通脹那麼厲害 主要是因為油價 即是能源價格的上升 而能源價格 其實不是 完全失控的 主要是因為這個民主黨的政策 現在我們會看到 他們究竟會不會改變他們的政策呢 尤其是 你想想想 他們 停止國內 去海彩業癌油 打壓這些小企業 因為海彩業癌油的全部都是小企業 大企業的油企 不做這些事情 因為大雞不吃小米 如果大量的海彩業癌氣 反而醃癌油的醃癌氣就會降低能源價格 那麼俄羅斯 即使是 你怎麼也不出樣 現在問題 俄羅斯就益了它 賣貴油 然後 使得美國要捱貴的能源 而且以往 在特朗普時代 美國的石油是可以多得出口的 因為有醃癌油、醃癌氣 現在好了 停止了醃癌油、醃癌氣 還關掉加拿大油管 根本 就是雙重打擊 我們覺得這個政策 只要在中期選舉之後 民主黨大敗 肯定會更改他的能源政策 如果不是 下次大選 他們也不用自在選 因為他們的政策 是倒行逆施的 你明明可以生產 你明明可以自給自足 為什麼 為什麼 你還要搞成這樣呢 拿自己國家的經濟來搞飛 而且拿人民的福祉來搞飛 所以我們說了很多次 這個能源價格 其實美國是有能力去控制的 只是他現在的政府 太過左膠了 由一班左膠主導 又說要搞再生能源、結淨能源 不要食法能源 結果 全世界的利息 不斷升 加上 這個通脹升得那麼嚴重 對民生有很大影響 你要保護幾百年之後的天氣 為什麼不顧著 現成的人類呢 這件事一直都是我們 痛批的 這次美國的股市的跌法也是自己拿來 不過 政策的東西隨時有機會改 如果 如果 民主黨的中期選舉有甚麼依複 大家要留意 隨時可能會轉向 尤其是能源價格 因為只要能源價格向下的話 民主黨 更改他的能源政策 肯定可以令通貨膨脹減低 令能源價格下跌 這樣 他就有機會挽回 否則 中期選舉不用選 兩年之後大選也不用選 任你鬼鼠 也沒有人投理了 這次時間我們先說到這裏 拜拜